唱歌要好聽 來 唸一下 不罵人 唱歌好聽 不騙人 口才好 不背後講是非 講話別人喜歡聽 不講沒意義的話 說話才會清楚 舌頭要綁安全帶 現在有人說我心肝 我心肝就好 你嘴巴的心肝好就好 所以我要向各位開始練習 過年希望老公發財 老婆不要罵人 老公就發財了 這很簡單的道理 女人哭啊 女人一生氣 一掉眼淚 男人的黃金珠寶就不見了 所以欺負女人的男人 一定要遭老啦 要破產 疼老婆的男人一定會發財的 寄掉了 各位男朋友 不能去外國 所以 但是一個男人不愛女人 不愛護他的太太 那這個男人就不好啊 不好啊 兵敗如山倒 做生意要倒 因為女人主才 這是個意思吧 所以我想 講慈悲 我們必須這種行為 不是說 我在吃素很慈悲 結果你去亂搞男女關係 那你根本就不慈悲 騙人的 所以 慈悲要懂得愛自己的家人 有愛自己的家人 就愛別人 愛眾生 都平等 第五 寫一下 放生就是覺悟 放生就是覺悟 什麼叫覺悟 就是了解了 開悟了 覺悟什麼 寫一下 眾生都是我的父母 請問各位 雞是不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是不是 請問還在吃雞肉的狗手 還在吃雞肉的狗手 你很坦白喔 呵呵呵 新年新希望 能夠吃肥悟啊 所以現在我 這次來巴大島 剛剛他們帶我去一家素食餐廳 嗯 好吃 好吃 比我去年來好吃 越來越好吃 我們吃海產是日間法事說 這兩天師父要帶你去好多家 這裡面還有一家西餐的素食 越來越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生命發財啊 快樂啊 家庭平安啊 長壽啊 那你就要慢慢學吃素 賣假吧 覺悟什麼 眾生平等 眾生都是未來佛 等一下 眾生都是過去父母 眾生都是未來的佛陀 那你了解了 你幹嘛殺他 幹嘛吃他 而且最重要 眾生平等 一隻螞蟻跟一隻大象 跟一個人 生命是平等的 千萬不要以為小螞蟻就可以殺 這個觀念是我們來放生 要覺悟了解的道理 因為你了解了眾生平等 你就會對眾生慈悲 給他快樂也是給自己快樂 幫助他離苦也消了自己的業障 消了自己的痛苦 這個道理 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下來 為什麼 不然就 哎呀 腳痛啊 腰痛啊 心臟病啊 糖尿病啊 那這些都是因為 愛殺生 愛吃肉癱 就沒辦法 再來 第六 放生就是實踐 放生就是實踐 我們要實踐慈悲 我們要實踐眾生平等的道理 那你要把這個放生成為一個行動 真的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發達了 這次有一位大陸的菩薩來 專門在大陸救狐狸耶 狐狸 一隻狐狸三百五十塊人民幣 他那邊聽說已經救了一萬隻狐狸 裡面有四千隻是我們的 大家一起救 然後現在就是要找更新的場地 但是你要知道狐狸呢 每天吃飯要吃多少啊 他們吃素的 然後就買飼料 餵他們啊 保護他們不要被殺 因為殺狐狸最大的殘忍是什麼 他們都是活活把他扒皮這樣 扒完皮就給他丟旁邊 慢慢死 他也懶得給他 讓他流血死吧 那他就是要他的皮 活活的扒比較好扒皮 然後就丟在旁邊 冰天雪地 慢慢掙扎慢慢死 然後那屍體堆了 像山一樣 好恐怖啊 為了人類 身上要有皮毛 喜歡穿有毛的 喜歡戴有什麼 什麼 現在馬來西亞 殺蟒蛇都買到歐洲 他們喜歡 牛皮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喜歡吃 喜歡戴那個蛇皮的皮包 四角蛇 你們巴探島也有四角蛇 蜥蜴蜴蜴蜴蜴的皮包 那這些蛇就一直要被殺掉 大蟒蛇蜴蜴啊 所以大家喜歡 喜歡用兔毛的圍巾 對不對 羊毛的東西 鵝毛的東西 好在各位已經長在夏天的地方 就比較少用毛的啦 你要長在冬天的地方 你就殺其他動物的皮毛來用 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放生了解這個道理 不要殺生啊 不要用動物皮毛的東西啊 這樣最好 像各位買皮鞋 以後就換成布鞋布鞋 像巴探島多好 都穿拖鞋 穿涼鞋 對不對 不怕呢 你就少一點照應 老實說啦 你一輩子穿這個皮鞋 你相不相信 下輩子好幾次他穿你 用你的皮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啊 因為你每叨他一下他就痛 就沒辦法 所以因為生命有輪迴 不是死了就算了 所以 我們放生 就是實踐佛陀的慈悲 實踐佛陀的平等空性的智慧 實踐佛陀要我們救苦救難的行為 第七 唸一下 放生就是積極 放生就是積極 有些人說 我們就放生 不用了我沒有殺生 不殺生只是消極的 我有吃素 吃素才終極而已啊 放生才是最積極的 救命的功德 所以如果你爸爸媽媽喜歡吃肉 那雖然他現在不懂佛法 還沒辦法吃素 但是你積極幫他放生還債 消業障 剛剛講過 你幫他放七隻 他不會下地獄 你幫他放十八隻 這輩子的殺生 惡夜消除掉 不然的話 像釋迦摩尼佛 各位都知道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 釋迦摩尼佛已經成佛了 結果他們所有的家族的人 是全部被殺掉 殺了三天三夜 殺掉 女生都把他斷手斷腳 慢慢流血 男生呢 用二十頭大象綁在地上 大象踏過去踏成肉醬 沒有死的 再給他丟在河邊 長朝的時候淹死 三天三夜 很可怕的事情 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我必須再講一次 別人就問佛陀說 佛陀啊 你的家族 不是都歸一三寶了嗎 學佛了嗎 為什麼還這麼痛苦的惡夜而死 三天三夜 佛陀說歸一了 修行了 但是業障沒消除 像穆建年尊者 穆建年尊者是被打從肉醬而死的 神通第一的穆建年 為什麼被打成肉醬呢 雖然他已經鎮阿羅漢有神通了 但是過去是他是在抓魚的 他專門抓大的魚 抓上來以後 怕他亂跳 跳到大海 就用棍子把那個大魚 敲到他頭昏掉 然後呢 趁魚還沒有半死半死了 趕快送去市場賣 他每天就賺這個錢 所以後來他供養了一個出家人 發了一個願 希望將來跟這個出家人一樣有神通 他發了這個願 但是雖然他後來出家了 成為一個有神通的阿羅漢 但是他殺魚打魚的惡業一點都沒消除掉 所以穆建年雖然神通 業力 神通抵不過業力 他這個業來了 他一樣被打成肉醬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要積極的懺悔 積極的放生 再來唸一下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方便 就是一種方法 我剛講家裡有人要開刀阿 你的朋友得癌症阿 他要做生意阿 他想要房子趕快賣出去阿 他想要趕快開悟消業障阿 那放生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不管你要得到 世間的長壽富貴阿 順利 你要得到修行的智慧 你想要趕快成佛 那放生就是可以滿足各種的方法 放生是 這麼最好的方法 那請問放生加念佛 可不可以上品完成極樂世界 念佛的人就是要去極樂世界 但是你加上放生又吃素 那你就上品極樂 所以放生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這邊講那麼多 就是希望各位住在巴蛋島 放生還很方便 很方便 淡水有淡水的水庫 海水有海水的 然後聽說物命又便宜 然後你隨時隨時都可以救 再來 放生就是解冤 冤就是冤 冤就是冤親在主 冤親在主就來討報仇 讓我們跌倒 讓我們生病 讓我們虧錢 讓我們夫妻吵架 兒女不平 所以如果家裡有佛像 或是一本經驗 每天拜一拜跪下來 懺悔業障 然後呢 我們又加上最近多次數 放生 那就可以把冤親在主超渡了 再來 唸一下 放生就是消災 放生就是消災 這個世間有水災火災地震 哪怕你是救一隻魚 但是呢 就算你沒有辦法參加 你拿出一塊錢新幣放在這邊 我這個要去參加放生 那你就參加了 這個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在放生救命 然後你就把這個錢說 我這個要去放生了 那就消除這個災難 你兒子騎摩托車出去 你會很緊張 他會不會有車禍 那 但是你就趕快去參加放生 對 這一塊錢我是準備放生的這樣 所以消除他的災難 再來 唸一下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治病 生病很痛苦對不對 再有錢呢 都抵不了 就不要生病就好 現在還流行癌症這樣 動不動就有癌症 所以 那各位 如果你去放生 就很快地把這個病給消除掉 最快的方法 不管什麼病什麼病 所以我們每天 我們在台灣 號召很多地方 每天至少30場到50場的放生 每天都在做 然後希望這些 共同善業的功德 回向 回向 大家少生病 生病的人趕快好起來 因為 你救他的命啊 你救一隻魚啊 就等於救他全部的生命 從眼睛 從頭 從皮膚 從胃腸 通通救到了 所以 你全身的地方都救到了 因為你救他的命 特別魚都是被潑肚子 這些 這些石斑魚都是活活的去潑肚子的 啊 給他放血 給他潑肚子 給他扒皮 啊 很可憐的 但是我們去救他的命 也救了自己的命 好還四條 念一下 放生就是救親 放生就是救親 今天我們能救了這五千多條命 過去都是做過我們現場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夫妻 我講一個廣青老和尚的故事啊 廣青老和尚在台灣很出名啊 念佛啊 有神通啊 那有一次有一位青年企業家 賣汽車賺大錢的 40歲左右啊 來找廣青老和尚 老和尚一看到他 老和尚有神通 欸 年輕的啊 我年輕的時候啊 救了你 你知道嗎 你是一條路邊要被殺的魚啊 我剛好救了你 然後跟你念佛 你現在還有機會做人 賺大錢 那年輕人一聽馬上跪下來哭 因為他講出他真實的 他就感覺到 他就是那隻魚 被老和尚救了 所以老和尚跟他說 不要再迷著金錢啦 趕快修行啦 人生難得啊 你從一隻小魚 我救你 三保加持你 投胎做人 你現在每天忙著賺錢 那是浪費生命 哪一天啊 又生病又死了 多少錢也帶不走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呢 當我們放生的時候 你大部分舊到的都是你自己最親最愛的人 再聽我講一個我常講的故事 有一戶有錢人家 有錢的要命 但是就沒有生小孩 後來這個有錢老闆 終於太太懷孕 哇兩個快樂啊 小孩子生下來 男生白白胖胖 兩個人就為了養這個小孩子 天天啊 就做了一個游泳池啊 不是游泳的 養活魚的 因為小孩子喜歡吃魚啊 然後每天就抓一隻活魚啊 養這個小孩 請問他這樣做是要讓小孩長壽還是以前死 是要讓他夭壽還是要讓他長壽 當然也是要讓他夭壽 讓你以前死 結果這個小朋友呢 長到16歲正好看的時候 一病烏乎還在死啊 死了 死了以後啊 哎呀